我這次講到如何興起人的靈命 譬如有些人回來教會會聽道 會參與 會很智慧 可能有些活躍都未定 不過他始終與神的關係不好 他亦沒有心事奉 亦沒有心給神用 他只是想得到一些安慰 得到一些幫助 只是想得到一些東西 對於這樣的人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法去幫助他 我在這裡的聖經教會用兩個方向 兩個方向去講到一個人的基督徒生命 第一個方向是講到基督徒必定有的果子 因為聖經有講到一個人得救的方法很簡單 甚至有些人因為得救的方法太簡單 會濫用耶穌的恩典 因為聖經講到悔鬼信耶穌要得救 這是事實來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每個都有罪 我們的罪不可能叫我們得救 因為神的標準很高很高 我們每一個人去到神前 神一度我們的生命 我們有說過謊 有罵過人 我們有想不好的東西 有任何污衛 但是全部都要受審判 全部都不能夠站得住 這樣的時候我們根本沒有可能得救 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 耶穌基督代替我們受死 我們才能得救 但是得救之後 這個人會怎樣呢 在聖經很清楚說到有六樣的果子 這六樣的果子就可以激勵人 你是不是有這些果子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果子 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可以不得救的 就是說有些人以為得救 可以不得救 但是得救的人一定會有果子 那這兩樣的果子 就可以分開三類 我希望大家記得 三類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跟救恩有關的 第二是跟關係有關 第三是跟行為有關 跟關係有關的 是不是跟救恩有關呢 就是怎樣呢 一個人得救的人 是會繼續悔改離聚 這是第一樣的果子 因為聖經講到 在教誌看書第五章 其實我們可以在這裡 有沒有聖經可以拿呢 大家可以看的 五章十九二十節 二十一節 那裡有講到 在情慾的事都是 不能承受神的國的 我們一起讀一下 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 就如奸入 呼謂邪當 扮偶像邪術 仇恨真敬 忌恨老奴 別黨紛爭移端 疾道 醉酒 謊言等類 我從前告訴你們 現在又告訴你們 行這樣事的人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這個講到有什麼後果 一起講講有什麼後果 不能承受神的國 即是不能夠什麼 不能夠上天堂 那就是說 如果一個人繼續在罪中 是可以不上天堂 那你說我們過了一個罪 那怎麼辦呢 所以聖經講給他聽 就是人若認自己的罪實 是信實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就是約翰一書一章九節 所以人一定要認罪 但是當人認罪 而他沒有 認罪也有不同 有些人是口話認罪 沒有真心認罪 即是怎樣叫口話認罪 沒有真心認罪呢 他說他應該悔改 但他繼續犯奸人 他繼續有婚愛情 他繼續騙人的錢 他繼續罵人傷害人 而不覺得是錯的 那時候我們就說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悔改呢 所以我們跟一個人聊天的時候 我們發覺他還是繼續犯罪 但他沒有心悔改 他不覺得是問題 那時候就可以用聖經跟他說 行者有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 這裡說的話 有些人說 很嚴重的罪 不得救 但這裡說到有什麼罪 是很多人都會犯的 大家告訴我 有什麼罪是很多人都會犯的 實度 實度 實度也可以不得救 還有呢 仇恨 紛爭 結黨 即是跟幾個人 好像跟其他人針對 謊言 謊言 即是沉迷於飲食 或者沉迷於享受 都不能承受神的國 即是說一個人 他說信耶穌 但他沒有真的悔改 很多人以為悔改 就是怎樣 神啊我真是知罪 求你赦免 求你赦免 那你大聲喊就叫悔改 悔改的意思是什麼 是否就是我們大聲喊 我們知罪 是否這樣就叫悔改 我們是說這個罪的嚴重 因為聖經有講到 譬如 在約翰福音五章十四節 約翰福音五章十四節 以前說 從此後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得更厲害 即是說當我們繼續犯罪 可以遭遇得更厲害 所以當有人繼續犯罪的時候 我們都告訴他 你繼續犯罪是可以得救的 所以我們需要悔改 他說我改不了怎麼辦 改不了 我們在《輕鬆得四》 有講到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是什麼呢 我們一留意到罪的意念 一留意到德性如何捕捉 留意 接著我深信它有什麼呢 破壞性 接著聖經叫我們怎樣做 第四 我們祈禱求主赦免 給我們力量 第五 我選擇信服 譬如他生氣了一個人 很多人以為生氣了人不要緊 耶穌園馬太福音五章說什麼呢 凡向帝興動怒的難免受審判 凡罵帝興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斷 凡罵帝興是摩利的難免地獄的火 即是說如果一個人繼續罵人的時候 他是可以難免地獄的火 這個教導我們 我們說的時候不用針對那個人 即是說這個聖經說錯的 不是我作主的 是神作主的 還有就是 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範 天父亦都怎樣 不饒恕你的過範 那時候不是我作主的 即是不是去到天堂 喂 我說你可以上天堂就上天堂 是耶穌作主的 耶穌說你沒有饒恕人 即是說一個人說信耶穌 但他繼續生氣人的時候 神可以說他的生命是有問題的 生命是有問題的 是不行的 有些人說我要饒恕到什麼程度呢 基本上是這樣的 即是說我們真的想饒恕 我們做不到 我們求主射臉 我們求主幫我們去改革 即是說人不是夠完美 才可以上天堂 但是這個事情 我們千萬不要濫用 有些人會說 總之我求主射臉就行了 那我就不斷移 我不斷移為懸殊 不過我就 都是繼續生氣他 不過不斷移 上天堂吧 如果這種心是這樣的時候 是可以有危機的 因為他就是說 我想僅僅 抱歉過這個門檻 而不是真心想描述他 是可以不得救 那天堂有多少個人得救呢 我又會說 真是悔改的 真是得救的 是神真是赦免的 這是因典 不過我們不要濫用這個因典 就是說 我總之有悔改 即是說悔改 就一定上天堂 因為可以是不得救的 曾經有人去過地獄 回來 去地獄的時候 他去天堂的地獄 跟著天使跟他說 他說 如果你今天你的生命拆關了 你今天不去得到 你要停留在地獄 他說為甚麼 因為他生氣了 他太太不肯揚恕他 即是說 人可以因爲這件事 不過耶穌給他的機會 他可以再一次回到世上 再一次活得 這不是個人都有的機會 即是說 我們知道 如果我們仍然生氣人 不如恕是可以有嚴重的後果 必不能承受神的國 所以 真是悔改信主的人 第一 就是他會繼續悔改理罪 第二 就是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 在哥倫多禅書12章3節 可能大家說 這麼多經文我忘記了 只記得這六點 繼續悔改理罪 不只是悔改凝聚 是悔改理罪 不是離得夠完美才能夠 而是你真是想去理罪 例如他是犯姦淫 他真的想離開那個姦淫 他不是一直在姦淫到底 一直在姦淫 他說我每天都悔改 不過我繼續在姦淫 這樣的時候 他不是真的悔改理罪 哥倫多禅書12章3節 一起讀 所以我告訴你們 被神的靈感動的 會有說耶穌是可奏座的 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 也沒有有能說耶穌是主的 就是說 被神的靈感動 不會說耶穌是可奏座的 如果不是被聖靈感動 都不能夠說耶穌是主 就是說 一個人會信靠耶穌做主 是有聖靈的感動 馬帝7章21節 那裡說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盡天 到底稱呼耶穌做主 是怎樣稱呼主呢 是不是就這樣 主啊主啊 在馬帝7章21節 告訴我們 不只是口話 是真的會遵從 而一個人真的會稱耶穌為主 又真的會跟從他 這是聖靈的感動 因為有些人是說名 說信耶穌 教堂是有這樣的人 他來到教堂 他覺得挺好 可以去天堂 但是在他日常的生活 跟耶穌沒有關係 的時候 他是可以 他跟耶穌沒有關係 即是他不是聖靈感動 他真的是 哇耶穌是我救主 我去捉食耶穌 我要求耶穌赦我的罪 大家會否有這個心 耶穌千萬不要丟下我 我一定要去天堂 我一定要去天堂 我千萬不要去地獄 我真是我的罪 我真的願意離開 我願意悔改 真是離開這些罪 那這個人呢 就是真的有得救的表現 他心裡會有一種敬畏 我不敢輕看神 大家敢不敢輕看神 不敢 因為輕看神的後果很嚴重 可以是沉淪的 所以這兩個人跟救人有關係 即是一個繼續得救的人 是會繼續做回信主的時候 做什麼 信主的時候做什麼 悔改願意離聚 和信靠耶穌做救主 在他信主的時候會做 而他繼續會做 所以第一 開始兩樣是跟救人有關係 接著兩樣是跟關係有關係 第五至六節我們一起讀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知子 常在我裏面的 我也常在他裏面 只能做多結果子 因為來了果 你們就不能做十窩 人若不常在我裏面 就像知子 雕在我面枯乾 人拾起來 兵在火裏燒了 不知道 他們兩位都有聖經 你們有聖經 OK 好 這裏說到耶穌是葡萄樹 這個是一個 不是耶穌是一棵樹 是一個比喻來的 我就是生命 我就是生命 我好像一棵樹有生命 你們是知子 你和我有聯繫 時時在我裏面 我有時在你裏面 這個人就會多結果子 這裏說到神的屬性是什麽 神就是滿有果子 他裏面湧出喜樂 平安 愛 這就是耶穌的特色 神的特色 就是充滿愛和喜樂平安 而當我們在他裏面 就會結出果子 為什麽很多基督徒沒有改變 因為他和神沒有關係 其實每個基督徒都需要 如果基督徒軟弱 他小祈禱 他慢慢就會越來越猛狀 其實有些人就算在教會 都會越來越猛狀 因為他不是時事親近神 沒有神去改變他生命 他都會越來越猛狀 但是他的生命裏面 就會有很多破口 其實神的生命就是產生果子的 我們事實在他裏面 那怎麽事實在裏面呢 什麽方法在裏面呢 讀經 讀了經 有些人會查經 逐卷逐卷查 查都要怎麽樣呢 思想和形容很重要 我們看聖經不要只看 是要看了之後思想 將他應用在我生命之中 我又沒有犯這些罪呢 我又應該怎麽做呢 神的恩怨是怎麽樣呢 然後呢 會應用 即是聖經講到 凡清風我主啊 主一個人不如東進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國子的 才能盡力 我就會真正遵從 如果沒有遵從呢 的時候是可以不得救的 這裏講到就是關係 關係 即是說不在耶穌裏面 即是說 沒有祈禱的人呢 是可以怎麽樣呢 是不得救的 我試過去一個教堂講到 我說 你有幾個 在這裏當中有幾個人呢 你在家裏會祈禱的 舉手的人是不及一半 當時我看完 我再問他 你在家裏有沒有祈禱 你真的沒有祈禱 你真的有祈禱的 你舉手 始終都是不及一半 那原來有些人回教堂 就是他就覺得 即是我總之回來 你又幫我 你為我祈禱 即是他為他祈禱 有些人的心是祈福的 我在網上都有不同的人 因為看我的影片就說 耶穌師你為我祈禱 有些人為我家人祈禱 求神醫治他 我說我們祈禱最主要第一幫人 先信耶穌師 他先信耶穌師 才得到神的恩典 即是為一個人不信耶穌 你祈禱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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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訴你 第一件事是他需要回到耶穌 你為祈禱 第一 他悔慨信靠耶穌做救主 他親近主 神又會一步步祝福祂 祂 祂有這個信靠主的心 神一念可以淋在身上 我們都為祈禱 但是呢 代討 不能夠取代他本人的悔慨信主 我們代討 求神預備祂的心 但是始終信主 這個信主先能是得救的 所以一定是跟神有關係 神是親近神 大家回家有沒有祈禱 有沒有繼續祈禱 祈禱不是只是求 有些人說 第一 我求我生意發達 賺點錢 身體健康 我兒子女快點結婚 生孫 或者自己想快點結婚 很多人的祈禱就是這樣 這樣的祈禱是否一定得救呢 有些人祈禱 神醫我 神幫我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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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節說 如果人不是償在他裏面 就像樹枝丟在外面枯乾 人沉在那裡溫在火裡燒烈 這個是不是天堂? 不是的 這裏是哪裏? 是地獄 有一個人不親的神是可以沉淪的 所以我們都解釋給他聽 不是我要求是神話 你跟神有關係 其實到時誰上了天堂 神很容易 他怎麼知道呢? 誰有聖靈住在你心中 住在你心中不只是經歷 是住在你心中 誰有聖靈住在你心中 他跟神繼續相連 繼續有關係 這樣的人就是得救的人 一定跟神有關係 另外就是 我們說到 跟神關係就是有親人神 另外就是愛神 就是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著你的神 還有在哥倫多善書第十五章 那裏說到 若有人不愛主者 人可坐可就 若有人不愛主者 人可坐可就 如果有人不愛耶穌 他是可坐可就 那 為什麼會愛耶穌呢? 因為神這麼愛我們 為我們 猜獻耶穌為我們死 所以我們會感激神 譬如有一個朋友 他 知道你需要 他就買一個電腦送給你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朋友 真是好朋友 第二節 若有人不愛主者 人可坐可就 主必要來 因為如果一個人對我們好 我們都會愛他 今天母親節 我們會愛我們的媽媽 聖經說到 如果奏罵父母是會怎樣的? 在舊日是要處死的 如果神這麼愛我們 我們不愛祂的時候 跟祂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信靠耶穌 一定會感激祂 我們會感激祂 因為信耶穌的人 真的會愛耶穌 愛耶穌包括什麼呢? 珍惜耶穌 耶穌是我生命 我珍惜祂 我抓住耶穌 我信靠祂 我會做祂吩咐的事 我會親近祂 起碼這三天 你可以寫下 珍惜祂 我會覺得耶穌很重要 我會遵從耶穌 耶穌吩咐我做什麼? 我會遵從 我會和祂有關係 我會渴慕神 好像六切無稽水 我會切無祂 我會喜歡和祂溝通 喜歡和祂相近 這就是愛神 譬如有些基督徒 他說 我沒有一心祈禱 我曾經試過有人跟我說 他說 你說愛耶穌 我聽到有些肉錨 因為我會說 耶穌我真的很喜歡祢 很感謝祢 我歡喜祢 我欣賞祢 我祝實祢 他說你有些肉錨 為何會這樣呢? 我問一個問題 你會不會和你的兒子 你的女兒 如果你有兒子 你喜歡的 乖 乖乖乖 快點來 快點來 抱抱我 或者你抱抱抱兒子 會不會這樣呢? 我們兒女 何況都會 是嗎? 因為兒女 我們是親的 我們會和他們有這個關係 或者我們的夫妻 都會有這種關係 何況我們的神 是否我們更加應該親近祢 聖經有什麼形容呢? 就像綠切無稽水 那些綠呢 喝水不容易 如果大家看過動物片 我看過 第一 很多地方乾汗的 沒什麼水的 然後當他一有水的時候 他們聞到有水味 他會跑去喝的 他們是很珍惜 就算那裡有獅子老虎 有時候獅子老虎 就在水邊 他們就會很小心 還有有鱷魚 有沒有看過那些電影 他隨時一喝 可能那些鱷魚 衝上來 但他也要喝水 因為他不喝水 他會死 即是他會這麼緊張去有水 那我們會不會這麼緊張去有水 去有神 去來到神殿前 首先我們講得出來 這幾樣 第一樣 我們和神關係 得救的人必定有果子 第一樣是什麼 認罪和離罪 認罪和離罪 悔鬼離罪 第二 繼續 信靠耶穌做救主 第三 會繼續 親近祂 和祂的關係 就是這個關係 開始兩樣是和救人有關係 接著兩樣是和關係有關係 親近祂 接著第四樣是什麼 愛神讓不愛主者 我做我就 好了 接著呢 行為 馬太七章 好 我們一起讀一下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 那些人 不能都盡天國 為了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盡去 當那天哪有許多人對我說 主啊主啊 我不是奉祢的名傳道 奉祢的名趕鬼 奉祢的名行去多二林嗎 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 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你們這身作 那些人離開我去吧 凡是稱呼主啊主啊主啊的人 才能稱呼主啊主啊的人 是在教會之內 這是教會之內 教會之內 至少聽過耶穌 他才能稱呼主啊主啊 但是不能都盡天國 即是說教堂的人 是否每個人都能入天堂 不是 唯有哪些人才行 遵行我天父子的人 不是遵行人的吩咐 是遵行天父子的人才能進去 然後耶穌說到實際的情況是怎樣 當那天哪天是哪一天呢 審判的時候 為什麼呢 後面說到 是他們將他趕去外面黑暗 所以說到審判的時候 很多人跟我說 主啊主啊 我不是奉祢的名傳道 奉祢的名趕鬼 奉祢的名行去多二林 有些人說 哇傳道啊 趕鬼的行二林 都不能去最後天國 那到底為什麼不行呢 我們先看這個經文 第23節 我就明明告訴他們 他們說 我從來不認識你們 我從來都不認識你 你們只知道 我的人離開我去 不認識 聖理論說 不認識之下 跟他沒有關係 那你會說 他傳道為何沒有關係呢 好像不可能 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 這個人是否真的 跟神無關 我不知道 不過有個真人告訴我 他告訴我 有一個牧師退休 退休之後 有些教員問他 牧師 為什麼你現在不回教堂 牧師就說 我已經回教堂幾十年了 我退休 我不回了 他的觀念 我上班 我就回教堂 我已經去過幾十年 我比你們去得更多 我已經去夠了 現在我不去的了 到底他傳道是真的 他信耶穌 和耶穌關係 因為他是上班呢 我又不能夠說他一定不是 不過 有些危機 有些危機 我可以說 在這個世代有些新派神學 還有很多異端 現在網上有很多異端 大家要小心分辨 這些新派神是怎樣呢 他會說 聖經 含有 有一種 含有神的話 這一種 最離譜的一種的聖經 不是神的話 聖經是故事 教人做好人 這一種是最離譜的 直接就不相信 另外一種 就說 聖經有些是神的話 有些不是 不過哪個判斷 是他們判斷 有些是有些不是 而他們說得出來什麼呢 只是那些教導 即是那些做好人 那些就是神的話 那些神職就不是神的話 譬如有些他們不相信 這樣的時候 有些新派神學的人 他們不相信 不相信真的有真神 不相信真的有審判 還有他們有些會有同性戀 有沒有聽過同性戀的牧師 有些人 在網上有的 如果你有英文查 Gay pastor 你會看到有Gay pastor 有樣子 還有有Gay的主教 和聖戀的主教都有 之後有些中派 他已經那個信仰 是離開了聖經的很重要的 基本真理 這樣的時候 他傳道是傳什麼呢 傳做好人 只是傳一些道理 不是傳真理 不是傳永恆 這是真實 所以有些人 他可能傳道 或者趕鬼行以臨 但是他和耶穌沒有關係 耶穌和他沒有關係 這樣的時候 他是不得救的 即是說 一個基督徒 所謂基督徒 他說是耶穌 然後他一樣犯罪 因為我沒有遵行 一一樣犯罪 一一樣罵人 一一樣得罪人 一一樣犯奸 一一樣看詩情的片 一一樣不悔改的時候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我們其實 我們說的時候 我們又不用去罵人 我只是說 其實因為這個行為 是出自內心的 在生命裡生發出來的 就是說 我們知道神是真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些罪 神是不喜歡 我們會不會真心悔改 離開這些罪呢 如果他心裡說 我要敬畏神 我要尊敬神 我們會不會尊敬法律 法律說不要偷東西 不要和警察打架 你如果和警察打架 有什麼後果 襲警 襲警 抓去坐牢 或者法庭那裡 藐視法庭 敢敢藐視法庭 一定會受罰的 我們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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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不敢冒犯 何況是神的話語 真神更加不敢冒犯 所以 當一個人說 信耶穌 但他的行為沒有改變的時候 他是可言不得救的 好了 跟著最後一點 就是侍奉 這一點 很多人都覺得 我曾經聽過這個道理 你想得救 你就悔改信主 你想賞賜 你就侍奉 你不想賞賜 你只信耶穌得 你不用侍奉 你只信主 你想賞賜 你就侍奉 這個道理是錯的 聖經沒有這麼說 我們看看馬太25章 馬太25章有三個比喻 這三個比喻 都是說到活勢 第一個是十童女的比喻 五個聰明 五個愚蠢的童女 就說到他五個預備友 五個沒有預備友 那沒有預備友的那些 跟著 一個新郎來到 就趕了 即是他不能進去 那這五個人 他們是可不可以救的 他說我實在告訴你們 我不認識你們 他就不讓他開門了 那 所以這些人是不得救的 就是說 這裏講到的有 應該是講到 救恩或者是神的同在 聖靈 不是聖靈充滿 是總於有沒有聖靈 就是有沒有神 居住在當中 是不是有救恩 跟著下一個比喻 就講到 我們不詳細讀的內容 就是講到五千二千 一千兩人子 大家都讀過這個經文 但我們就裏面看其中一部分 一千那個 第二十四節 二五章二十四節 一起讀一下 乃以一千的也來 說 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找到沒有 找到 再多一次一起讀一下 乃以一千的也來 說 主啊 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沒有中的地方要收穫 沒有散的地方要聚念 我就害怕 去把你的一千銀子 埋藏在地裏 請看 你的原銀子在這裏 主人回答說 你這又惡又難的僕人 你既知道 我沒有中的地方要收穫 沒有散的地方要聚念 就當把我的銀子 放給兌換銀錢的人 到我來的時候 可以連本帶你收回 奪過他這一千來 吸把有一萬的 因為凡有的 還要加給他 叫他有緣 沒有的 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 凡者無用的僕人 嬌在外面 黑暗裏 在那裏必要 哀哭徹子了 這裏的後果 這個哀哭徹子在外面 黑暗裏 這裏是否天堂 有些人都說 有天堂有地獄 還有一個哀哭徹子的地方 這東西成不成立 不成立 因為聖經沒有說到有第三個地方 雖然那個哀哭徹子 不是說到有第三個地方 因為聖經說到 有些人在身邊刺 有些人不在身邊刺 不在身邊刺 就去到地獄 沒有第三個地方 要不在身邊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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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第三個選擇 但有些人的聖經 是很按字面 他不是按整本聖經的解釋 他解釋的時候 有一個哀哭徹子 那裡是某地獄 不是很慘 有些人說是耶穌 不過是沒有侍奉 那些人就去那裡了 有個解經 可不可以合不合聖經 是不合聖經 因為聖經很清楚說到 在那裡不要哀哭徹子 因為我們看第三個比喻 更加清楚說到 他進入為魔鬼預備的永火裡 我們在這裏看這三個人 開始那兩個人稱呼他做什麼 主啊 是 我知道 但是主稱呼他做什麼 有良事 有忠心的博人 由這一個稱呼他做什麼 第26節 由惡又懶的博人 即是說 每一個人收到 他就說是說錢 但耶穌這裏說 應該不只是說我們的錢 應該是說到我們所有的資源 那有些基督徒就用 用了之後賺回來 主人就稱讚他 又良善 又忠心的博人 良善就是生命良善 對人好 忠心就是忠心是福 好了 但是最後一個 就將他埋藏了 就不用 那他就有個錯誤的觀念 他就說呢 他就說 神說什麼 他說 沒有種的地方 你要修國 這句說話 對不對 耶穌有沒有種 神有沒有在他身上種 是有 不過他錯誤解釋 不過神也說 你既然錯誤解釋 那你 起碼會做一些事情 如果你當是主人 是這麼嚴格的 那你就起碼 將那些錢 就給那些兌換銀錢 就像我們現在給銀行那樣 也可以今天 世界就是什麼呢 我們奉獻 其實當日也是 因為奉獻的時候 這些錢 就存留在天上 就會為你生利息 因為呢 雖然你不能夠 去做某些事務 但你可以 譬如你用經濟支持宣教 但是不代表 我只是出錢 我什麼都不說 我不會跟別人傳呼吸 這樣也有 可以不得救的 就是說他只是出錢 但他不肯去口說的時候 他還是沒有發揮到他的生命 因為在下一個比喻 就講到 講到我們做在什麼人身上 大家都應該記得 我們不讀完 綿羊山羊 就做了一個小子的身上 我現在看左邊那些 四十一節 開始是左邊那些山羊 黃佑要向那左邊的雪 李援者被咒作的人 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 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裡去 是去哪裡 地獄裡面 是為魔鬼和他的使者 不是為人預備的 不過因為這些人聽神的話 所以他們結果去了永火 繼續 因為我餓了你們不給我吃 喝了你們不給我喝 我作客裏你們不留我住 我赤身露體你們不給我穿 我病了我作監慮你們不來看顧我 他人也要回答說 主下我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或喝了 或作客裏或赤身露體或病了 或作監慮不治候你呢 黃佑回答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那些事你們 既不做在我者弟兄中 一個罪事都身上 就是不做在我身上了 那些人要往永營裡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裡去 這個講法就是做在一個人的身上 那這些人是什麼人呢 聖經有說過耶穌說什麼呢 不做在什麼人身上 四十五節 我者弟兄中一個罪事都身上 就是做在什麼人身上 信主的人身上 亦都是當我們傳福音的時候 欣賞這些人信耶穌 都是做在他身上 都是一樣 就是我想他成為神的兒女 這個主要講到不只是做善事 這個講到不只是做善事 而是 講到不只是做善事 而是去幫助神的兒女 幫助神的兒女行神的道 去做耶穌所吩咐的事 去傳人福音去建立人的靈命 這裏所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侍奉 你們可以稍等我們 完了這裏再處理 好了 你們稍等我們 有幾痛苦你和他溝通一下 好了 繼續 我們這裏所講的就是 當人 他沒有做在神的兒女身上 的時候 他就沒有做在耶穌的身上 因為上文講到 你做在一個小子身上 就做在我身上 這樣的時候 他沒有做在他身上 的時候 這些人是進入哪裏 進入永營裏面的 這些人要往永營裏面 那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這裏所講的就是 做在一個人的身上 我們的侍奉 事奉是否任你做不做 是否任你做不做 不是 是每一個人都做 有些人他不肯做 那我們是否 只是告訴他 你不做你去地獄 這樣的時候 只是用律法和他講 我們可以用恩典和他講 為何用恩典和他講 大家留心 不要管後面發生什麼事 留心一下 這裏前面留心 我們怎樣鼓勵人 是用恩典 為何用恩典呢 神愛我們的 神關心我們的 神幫助我們的 神幫助我們的 神幫助我們很多 救我們的靈魂 那你想要祝福其他人 等他們都可以得救呢 讓這些人都能得著神的恩典呢 神是喜悅的 當我們做了一個小子身上 在馬太福音十章四十二節那裏講到 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子 擺一杯涼水 吸者小子女的一個殼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人不能不能上次 即是做了一個小子身上 一杯涼水都不能不能上次 這個鼓勵很重要的 就是不是我們做得完美 神才歡喜 我們任何的侍奉神都歡喜 所以我們就鼓勵他 你開始關心人 就是引導人的侍奉 不用第一步叫他做最難的 做最簡單 你關心的人問候一下他 為他祈禱 幫助他 探訪他 和他認識 這些都是神所喜悅的事 那這些神已經歡喜 神是會賞致你 但我們做到第一件 就做到第二件 但有些人說 我沒有心做 我不想做 那時候我們就 跟他溝通 為什麼你不想做呢 譬如說我沒有能力做 我們就跟他說 怎樣可以有神的能力 如果他說 我不想做 那時候我就說 你想想到有一天 我們都要站在神面前 我們要接受神的審判 那你會不會想在神面前 神稱呼你做 有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因為你是有惡 有難的仆人 我們就可以跟他 去幫助他 其實是不難的 你開始關心人 神就歡喜 你任何為神做 神都會歡喜 那時候可以激勵人 去侍奉 那我們會分開 兩三個一起去操練 這六樣我們再講 看大家記不記得 六樣必然的果子 首先得救 得救的方法是什麼 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這個就是得救的方法 然後呢 我們得救之後的果子 一起講一下 就會有什麼 開始那兩樣 跟救的方法有關 是什麼 繼續悔改 離聚 以及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 跟著跟關係有關 會怎樣呢 會親近神 和愛神 又跟行為有關的 會遵從 和侍奉 我們嘗試把這六樣 說出來 順著注意就行不行 會繼續什麼 悔改 離聚 信靠耶穌做救主 第三呢 親近神 愛神 跟著第五樣 尊重神 侍奉神 即是說 每一個人 他說信耶穌 他想去天堂的 我們都可以跟他聊 跟他了解 幫助他知道 我們真是 每一個人都要交仗 我們不是只有說信耶穌 信耶穌得永生 是否真理 信耶穌得永生 是真理 是真理 信耶穌得永生 是真理 但是信耶穌的人 必然有果子 有果子的 才是真正得救的人 但我們得救的方法 是否行為 是不是得救的方法 是否行為 不是 永遠不是靠行為 一定是恩典 值得相信 但是相信的一定有六样果子 再讲一次 我不讲了 你们讲了 大家先讲 第一样是什么 灰果 不要看着nots 不要看着那些字 靠记忆 第二呢 信靠主耶稣的救恩 接着呢 亲近神 第四样呢 自得 爱神 第五样呢 遵从 第六样呢 师奉 是否任选择的 是否任你做不做 不是 是每个人都应该做 是否要每个人做到完美才去到天堂 不是 我们不是靠做到完美 而是我们真的会尝试去做 努力去做 做不到的时候怎样呢 为什么 求主赦免 求主帮我们 加力量给我们 如果有人说我没有兴趣师奉 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两样我想讲的 第一样就是说他要听 其实师父不难的 你关心一下那些人 来到和那些人沟通一下 有些教会有些人不习惯 我们都喜欢坐在那里 听 听 听 然后走 就是他的心态 我来就听 我来呢 你为我祈祷 他没有一个心 我给神去用 那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 其实你关心一个人呢 耶稣天信就拍掌了 我们就用回马太十章四十二字那里的经文说 无论何人因为蒲徒的名字 帮助他更加依靠神 就是这些事神会不会体重呢 神会体重呢 所以就鼓励人士父就入这些最简单的开始 然后慢慢呢 他可以熟悉圣经可以帮助人的灵命 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也要提醒的 一起查经文报 查马太二十五章 在经文里面讲的内容的时候 你会想进入永火的人 或是想得着永生的人 你想耶稣称赞你是良事又忠心仆仁 又恶又懒的仆仁 用这个经文去鼓励他 用他反省 他说有几种原因 无力 无力 我们要怎么回答他 大家记得 一个人有可能不同大路 我没有力 那我们怎样呢 亲近神就有力 我们信靠神 同神关系好 你试试责备神 会不会开心啊 平安啊 有的时候 这些是很重要的 让人知道神在做功 因为有很多人是这样的 他祈祷看圣经 只是觉得是一种责任 我就是祈祷诗 看圣经 看一种责任 他没有想到特力 那我们怎样得力呢 当你发觉赞美神 哈利亚 赞美神有很多种 有些人就是这样 很硬性地赞美 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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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 看着他说什么 没有心情 但如果说这是真神的说话 真神的行为 我看的时候 耶稣说到他的神迹 他的能力 我就会说 耶稣真好了 我真信他 心就会有力 圣经其实给我们很多力量 这是我们需要在栽培的时候 帮他 如何从看圣经和祈祷得力 当一个人投入放松 爱慕神或享受神 怎样呢 哈利路亚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我多谢天父爱我 天父爱我 多谢耶稣 全心这样爱神 很多基督徒会觉得 平安 兴散 喜乐 有力 这个都是我们需要学 也都需要教人 让他们知道 原来可以得力 这样的时候 他就会享受亲近神 还有有力量 因为有些基督徒是没有力量的 为什么呢 他说了我每星期都要回来一次 我明明有家务要做 我都不做了 哎呀 好吧 抽个多小时回来 崇拜吧 有些人会觉得是这样的 我给神面子 我回来崇拜 他这样的心态 他可能没有什么力量而已 但如果他说神真的很甘甜美好的神 他就有力量了 这个 但他无力 如果他说 没有人都很迷惘 不开心的烦恼的 那我们就问他了 你想不想开心点啊 你想开心点 第一 亲近神 第二 处理生命 然后帮助他 如何处理生命 让他可以放下烦恼 可以得力了 然后他说 我没有动力 因为我不想去做 那我们就用回圣经 和他查经了 圣经里面说到 我们如果不侍奉的时候 那个结果可以是很严重 没有遵从神可以很严重的 那大家有没有一个 就是 试试 可以试试去做 大家能不能拿到的意思 如何去鼓励人 一个人开始去 遵从和侍奉神 比如你认识基督徒 我们不用用 不要用律法行先 如果律法行先 你不做你去地狱 我都听到 你同一讲 是讲地狱的 而我们就说 耶稣里面有很多封诚 这个就是恩典 神的属性 很多封诚神 有很多爱 还有诗经说 你们要先求 他这个 他这些东西 都要加给你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真的 如果你有经历过 神将很多礼物给你 我们就感谢神 神将很多礼物给我 我经历过神的工作 这样 我们就能够分享给人听 我们说神 怎么能帮我们的健康 让我们有体力 有喜乐 有平安 有帮助 为我们预备各样的方法 我们就能够分享给他听 耶稣如何真实帮我们 让人有动力 就是让人看到 用动力来推动 用恩典推动 我再稍微解释一下 用恩典推动 和律法推动 我们用律法推动 当这个人什么都不听的时候 我们用律法推动 但是我们开始一定是用恩典 就算用恩典 我们都用律法 告诉他提醒他 圣经说了我们需要做的 这个不是得救的条件 是得救的表现 你得救一定会有这个表现 告诉他听 因为得救的人 必然会亲近 会遵从 会爱神 会侍奉神 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 就不像 你一定要做 捉住他的颈要做 你不做你就死了 这样的心态 他就会觉得 就是有一种压力 但是我们就说 神有很多礼物 当你一听神 他说 神就会欢喜 因为圣经说 一杯凉水 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得得上次 就是说 神原来多喜欢我们 去做 去吩咐的事 那我们就会开心 这种心态 我们自己都应该有的 就是 我们做任何神欢喜的 神都会欢喜的